许多人在小时候都看过汤姆猫与杰利署 看着笨笨的汤姆和机智的杰利上演追逐战 但你们知道在70年前曾出现的恐怖传说吗 在1945年美国众生活电视台 曾在深夜播放过一段影片 那是一段未被公开的汤姆猫与杰利署的动画 里面有着大量恐怖的情节 这导致大量的观众打电话反应 在儿童像的汤姆猫与杰利署中 忽然插入了约一分钟的诡异动画 可怕的影像吓坏了电视机前的孩子们 但由于那时平凡家庭中并没有录像机 所以没有相应的影片 这段影像被称为消失的22集 但是在翻过汤姆猫与杰利署的全部集数后 并没有发现相关的影片 也没有和描绘中类似的影像 消失的22集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 那天晚上 电视上正常地播出汤姆猫与杰利署 在人们看了津津有味时 电视的信号开始不稳定 画面被各种噪点和杂音干扰 过了数十秒后 电视画面中的汤姆猫与杰利署 不再是之前那种欢快的色调 那是一种黑白中缠上墨绿的颜色 音乐也从开心的曲调 变成了低沉恐怖的恐怖片音乐 电视里面的汤姆 把汤姆涌成了诡异的角度 并露出圣人的笑容 然后 汤姆把杰利抓住 并且 开始用句子有节奏的句子 完全不同于以往那种可爱的画风 杰利写流如注 但随着如兽形般的痛苦死汗 画面血肉模糊 十分可怕 接着 又是满屏杂讯 没过多久又恢复成以往正常的汤姆猫与杰利署 当人们纷纷打电话向电视台反映这件事情时 电视台却说 我们放的都是正常的动画 其中并没有写新镜头 最后 这件事也就中了不了了之 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一分钟的影像 第二个 同样被称为消失的二十二集 居民则是汤姆的地下室 在这集中 汤姆调皮地跑去了地下室 结果被主人发现 并且严厉地打骂 告诫永远不准去地下室 这让汤姆很不满 也动起了歪脑筋 他联合杰利一起杀了主人 然后把尸体藏在地下室 之后 杰利又杀了汤姆 在房屋大门前挂了一块出租的牌子 并在结尾露出了可怕的微笑 两个传说都没有影片 只有影片截图 唯一存在的影片 是图片一张接着一张出现 没有动画 不管在哪个传说里运用的图片 都和2006年发行的剧场版 汤姆猫与杰利数字 外星人入侵有关 其中杰利和汤姆的诡异表情 都出自其中 而那些表情 是变成汤姆和杰利的外星人的表情 把主人杀掉的图片 汤姆手上的污渍 不是血而是泥土 出自Mouse Cleaning这一集 由此可见 这两个传说都是虚构的 其实讨论汤姆猫与杰利数字 外星人入侵这集更有真实性 在这集中 画风变得十分诡异 外星人变成了杰利 让人看得不寒而栗 后半部的剧情当中 汤姆因打不够变成杰利的外星人 而寻求主人帮助 但外星人就变成了主人 让汤姆一闪害怕 最后汤姆和杰利一同坐上了外星人的飞船 朝着远方飞速逃跑 而外星人则变成了汤姆的样子 留在了地球 在汤姆最后的诡异笑容中 或许预示着这个恐怖的夜晚并没有结束 这集一改一往的风格 以惊悚作为主轴 变成汤姆和杰利的外星人 让人无法直视的恐怖 比起传说更有真实 也更有诡异的感觉 故事已经结束了 今天故事是否让你背景发亮呢 艾德每周都会发布各种都市传说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妨按下喜欢并且分享出去 不想错过任何影片 那就订阅艾德吧 我是艾德AD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